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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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英哥 我今天想做一件事 可是我有點怕被你罵 你也習慣了 坐吧 就是我們今天試這台 KUGA 180 LEVEL 2 這個超紫型的車 他是10月份才出來的 可是我想著想著的 就是說他就是整個KUGA車系裡面的小老弟 你怎麼樣去試 他的對象可能就是喜歡KUGA的人 可是預算 可能考慮到經濟一點的話 去買的 那可是這樣就太無聊了 所以我想到一招 就是如果我們來做個極品 把RAV4拉出來 沒有那個 找RAV4那個都很拔蠟的 好不好 他就是90萬上下的車 所以我就找了這個 CAROLA CROSS 那邊那一台 因為我覺得 如果今天有一個人去考慮 CAROLA CROSS 多數的消費者一定也會想說 加一點是不是直上RAV4 很合理 可是當他直上RAV4之後 再橫向連結的就這一台 90萬上下的車 我就覺得說拿這個來去跟他做一下 對照這個 雞手跟牛後 不對啊 雞手 他是牛吧 牛頭拍 對所以他是牛 牛手 牛後 不但他是馬 伏特不是強調他的野馬 有道理 所以是牛手跟馬後 行了行了好亂喔 好了 開始 我們來看這台車 好 以90萬這個級別來講 這兩個動力系統 都是很有象徵性的 KUGA搭載這個 1.5渦輪三缸引擎 配八速變速箱 沒錯 Toyota大家都知道 最新型的混合動力系統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 KUGA的動力配置 這個新的一代的1.5T三缸渦輪引擎 他用的是你看 除了他的直噴之外 他多了一個這個 旗管的噴射 所以他等於是利用雙噴射 第一個讓他在怠速運轉的時候 其實他不像傳統高壓棒 會有哒哒哒的聲音 另外一個是他這個旗管的噴油 會把他這個氣門上面的一些油 帶走 而且降溫 那當然他也用了一些新技術 你看他 他有所謂的避缸技術 是 他在低負載的時候 其實他可以關閉第一號氣缸 對 然後這個時候他不供油 加上他的8AT 7-8兩檔 對 是一個很低的磁筆 可以用比較低的轉速去運轉 當然他也是為了這個 降低油耗跟排放的這個考量 是 那關於這個Carava Close 電動馬達是兩顆平行排列的 所以他傳統變速箱的位置 是一顆驅動電機來取代 那跟引擎的輸出軸 串連的是一個發電的電機 那裡面用那個行星齒輪來連接 所以你會發現其實一個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只有一具72匹馬力的馬達 加上一具98匹馬力輸出的引擎所組成的 但是他的馬力 所以綜合馬力其實並不是我們 傲人行為 就是72匹加98匹 這麼簡單 是 很多人會誤以為 這一顆Hybrid的CVT 跟另外一版汽油版的1.8NA的CVT 是同一個結構 其實完全不是 引擎本體一樣 汽油版的用的是標準鋼帶的CVT 對 而Hybrid系統的CVT 它是整合在它的一套行星齒輪裡面的結構 是完全不同的 沒錯 第二個重點就是剛剛正義哥提到的 所謂縱效馬力這件事情 98匹的引擎輸出 跟72匹的電動輸出 加起來應該是170 可是為什麼它只寫了縱效馬力122 這個部分我舉個例子 就像騎腳踏車 假如說我自己騎腳踏車 用腳踩可以產生兩匹馬力 然後我加了一個電動輔助系統 又多了兩匹 那是2.2得4 其實不是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腳在踩的時候 會產生一些虛工 除非我從頭到尾 使命的長 這時候才會產生2加2的問題 就是它本身有一個轉速在 你如果轉速沒有超過它的轉速 那你做的工是虛的 所以當電動機你要轉速超過 它本身取軸的轉速的時候 才開始施工 而它其實電動機主要是在彌補 因為它一啟動就在最高扭力的狀態 而引擎是要慢慢的線性的往上疊加 所以其實它的邏輯是說 第一個 它讓兩個電機 兩個馬達各式旗子 一個主要充電 但主要驅動角色是在它這個驅動電機上面 所以幾乎大部分的路況底下 它是運用這個電機的高扭力的特性 來帶動車輛 當你需要更多極加速的動力的時候 引擎才會介入運轉 那我必須說的就是 它這個Arkinson循環的引擎 它是一個高效率的引擎 所以它不像我們傳統 轉速拉到五、六千轉 它會馬力很大 其實它一運轉就會在 大概三千到四千轉 這個最高效率的這個區間運轉 那透過它的這個電機的轉速 跟它這個行星齒輪 來充當變速箱的減速的角色 所以大部分的時候 它你是聽不到聲音的 那你油門加深的時候 那它震動會比較明顯 會開始介入運轉 但是其實高速就不是它擅長的項目 沒有錯 所以這個地方 針對引擎的差別 這就是我今天想安排這兩部車子 來對照的奧秘 沒錯 今天在跟各位介紹這台車的底盤之前 我先要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就是這一台定價92萬9的車子 它這一套C2底盤 其實是可以對應到300匹的車 不要忘記 KUGA的主要市場其實是歐洲大陸 他們時常在用時速200的速度 在高速巡航的時候 事實上對於底盤的要求 其實跟我們台灣的使用者的理解 是不太一樣的 怎麼說 第一個重點 它的底盤 用上了一個很多高級車 才會用的所謂的副車架的形式 你可以看到這台COGA在主底盤結構之外 它的前後懸吊 是由一個所謂黑色鋼材的結構 作為前後副車架來做支撐 所以包含了引擎支撐 懸吊支撐 甚至前面的所謂的這些水箱電機系統的支撐 都是以這個副車架為核心 那這個部分在唯一一個口製型的本體 再加上所謂的軸套的部分 去跟車身做組合的時候 它可以讓車身在遇到坑洞撞擊的時候 產生的硬力去做有效的分散 也即便在180的款式上 把250所標配的鋁合金下支幣 換成了沖壓缸 可是這個賣花層結構 本身在整個車身的幾何計算裡面 車身的前半部的動態 其實算是相當的穩 那至於這個部分大家可以看到說 因為畢竟250的車系是一個四驅的結構 這個地方本來應該配置一個所謂的差速器 可是當它變成前驅板的時候 沒有差速器的時候 福特很用心的在這個地方做了一個配重塊 來去做為這個變速箱腳架的一個支撐 它的目的就是當這邊一個龐大的重量消失之後 所造成的引擎變速箱的運作不平衡 透過這個配重塊的設定 去取得一個更細微的校正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到底這個C2底牌 是怎麼樣在歐洲的Autobank上 可以開得這麼的穩 就是剛剛講的後面的部分 它也是用所謂的副車架 那這個副車架呢 你可以看到說 它透過四個極大的軸套 被固定在主車身上 它同樣的跟前面是一樣的 它對於硬力的分散跟吸震 都有非常顯著的功能 那你也可以看到說 180它其實仍然維持了 250才獨有的這個鋁合金的後下支壁的部分 那這個後下支壁你可以看到說 它銀色的鋁合金外型 其實它的體積就是跟這個我們以前 很常看到那種黑黑胖胖的通壓缸下支壁 來得更優秀 那它的優點主要是更輕 然後在整個黃下的整個組合裡面來講的 重量的削減是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然後再來四支跟下支壁主要就是這一支 後下支壁 牛腿 上支壁 還有這一支小支的 透過這非常多的一個所謂的軸套的結構 都能夠有效的做力量的分散 然後這個地方也可以看到 這個電子手煞車的四伏馬達的部分 看到這裡 你應該就能想像 為什麼KUGA開起來的動態 總是比人家技高一籌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於 這個C2底盤的核心 一開始就是為了要對應300匹的ST 甚至RS 在講完剛剛的KUGA之後呢 那我們現在來對照一下Carolla Cross 那如果大家還記得 這個Carolla Cross剛發表的時候 他有特別強調這台車子的設計背景 是基於Solo的非常多的消費者使用數據 所規劃出來的數據車 那另外大家也知道說 Toyota在近年推展了所謂的一個 TNGA的模組化底盤之後 它的操控確實有很大的改善 那這個部分其實你可以綜合來看就是說 它為了要讓TNGA成為一個有操控樂趣的車子 所以它也變成了一個所謂的副車架的設計 而這個副車架除了理所當然是用鋼材去做之外 它的前面的這一個所謂的支架 雖然沒有說像KUGA一樣用上所謂封閉型的鋼樑結構 可是它也是用摸字型的鋼板去做的一個彎折處理 那再來你可以看到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說 這一顆本身是引擎本體 而左方的部分其實就是所謂的 它的變速及電動馬達的結構 這個地方其實就是所謂的T300 CVT的結構其實是在這個行型齒輪組這個地方 再來一個差異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這輛車子的傳動軸它是左短右長的設計 可是如果我們剛剛回到KUGA的部分 它其實左右是等長的 這樣的好處是在於說 KUGA本身它可以讓等長的傳動軸 在左右輪的直線運動的時候 所產生的滾動的頻率達成盡量一致的效果 那走到車身的中後段 我想大家也都知道 Carola Cross Hybrid這台車子 它的成本絕大多數是花在它這一顆熱效率非常好的引擎 還有它這一個有專利的高效率的Hybrid系統 所以像是底盤的這些所謂下護板的部分 可能就稍微 好 不過我看了一個滿好玩的東西 就是說它這個底盤結構膠的部分 雖然可以看得到這個師傅在操作機器的時候 可能會有一些手抖的狀況 可是相對於其他品牌 有時候那種人工用塗抹的這種方式來講 它的製程上的精緻度確實有比較好 不過話說回來啦 雖然TNGA在Carola Cross上的這個GAC底盤 對於前面副車架的設計我是非常肯定 可是走到後面看到這一個扭力量 那就是 好 我覺得你好嚴肅喔 面有男的色是不是 有嗎 對啊 不會吧 剛剛開完Carola Cross 我現在覺得開這個車很輕快 沒禮貌 我們一定要講到這樣 Carola Cross那個Hybrid 我覺得尤其剛剛在爬坡 我覺得我油門已經踩穿了 那個聲音啊一直變大 你也知道嗎 那種啊精神循環的引擎 這沒辦法 但是其實速度沒有變快 那相較之下 我就覺得現在這個KUGA 180 很輕快啊 可以喔 而且你知道嗎 雖然之前那個KUGA 250 讓我們印象蠻深刻的 就是我覺得它這個250P 它比較像一個大水池 大水庫 你需要多少提取多少 它就很衝容 那180呢 其實這個雖然是三缸涡輪1.5升而已 但是我覺得它的啟動轉速 涡輪啟動轉速還滿低的 所以其實相對2000多轉過後啊 其實我稍微加深油門 你看其實提速還滿快的 但是其實我想要講的是說 其實我覺得今天不談什麼貼背感 什麼輪胎空轉 務實一點 對務實一點 因為我覺得90萬這個級距的買家 大部分都是務實型的買家 而且你不能否認這種休旅車 它會有這種合家出遊啊 滿載的露營工具啊 所以我覺得尤其在這種有坡度的山路上 它這個動力的提取的這種充容度 我覺得還是要深刻的去考慮的 那以這方面來講 我覺得這台雖然它只是 KUGA的小老弟 就像我們前面講的 這個C2底盤 它其實整個設定啊 就是可以對應歐洲 包括AUTOBOUND 1015 200的巡航 包括它其實如果像FOCUS RIS Focus ST 它要對應到300PM馬力 這個底盤算是衝龍的 那動力也是一樣啊 如果我稍微放開油門 它很快就維持低轉速的訊號 那我需要動力的時候 稍微拉高轉速 2500轉左右 這個扭力就漸進了湧現 我覺得這個25公斤米的扭力啊 其實它這個範圍還滿廣 加上它的變速箱 其實退檔還算積極 而且我現在只是在一般模式 我如果在運動模式下 它就盡量維持在2500轉以上 所以如果考慮到家庭的用途 加上SUV本身就比較重 那我覺得這個動力的表現 算是可圈可點的 其實你剛講那個開Carola Cross 好像把油門踏穿這件事啊 哈哈哈哈 Toyota在規劃這部車子的時候 它之所以設定一個Hybrid 而且它的動力分配方式 在低速的時候 其實引擎作動是給電子充電用 一直到你要高速大油門的時候 它的引擎才會給你這個加速 跟電機同步去驅動 是 所以其實 再加上所謂的Carola Cross 應該講說是都會SUV這種小休旅車 它如果能夠滿足消費者 在市區通勤 然後偶爾的一個 載人載物的需求來講的話 基本上算是 就算秤值了 我們去比快其實也不公平 122匹跟180匹 所以其實 買的人早就有這個心理準備 只是說我們還是要把 開一台這種 城市用的SUV 你可能遇到的場景 跟它對動力的需求 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分析清楚 沒有這個也是我一開始說 我今天找這兩台車比你的看法是什麼 我只覺得很簡單 它就是90萬的機具 開車都很厲害 各自有擁護者 各自有品牌的烤口碑 對不對 那可是 開起來其實還真的是 所以你看其實回歸到 這個整個底盤的設定 其實跟動力設定 都一樣很明確的展現 就是Toyota跟福特 它一開始 在設定這兩台車 它的取向目的就不一樣 比方說以福特這個C2平台 你看我現在比較 上一塊的速度轉幾個彎 我覺得這個有點意識 就是你看其實這個25公斤米左右的扭力 理論上我在加油門 它是有可能會打滑 扭力轉向 但其實我稍微多一點點方向盤 然後通過這個Apex之後 我慢慢回正修正方向盤 其實你會發現它這個後面的這個多連桿 在我受到這個比較大的硬力壓縮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過去福特這種 control blade的懸吊 慣有的邏輯 它會讓你的這個上下臂 再受到壓縮的時候 讓你的後面的車輪 稍微有點往外張 有點頭傲的感覺 來幫助你這個車頭來跟進 然後它的回正力道也很線性啊 就是我在全油門的情況下 它不僅不打滑 而且我慢慢的 稍微的回正油門 它出彎就很平順 這幾支連桿要抓住所謂的後輪的這個結構組啊 它有一些支壁啊 其實是從譬如說副車架 它直接連到的是像牛腿的這個位置 大家要了解說 一個多連桿懸吊的運動方式 它並不是單純的遇到坑洞的輪胎的上下 而是它可能包含了些微的前後 甚至左右的扭動 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而且我覺得它很大的意義啊 實在你看看 它其實在應對各種不同的路況 它都有這個支壁去支撐你 我打個最簡單的例子 你看如果說 以跟Claracross 它這個扭力量的候選調來比 在頻度上我們大概覺得差異不大 但是如果我們在轉彎的時候壓過一個坎 它如果有一個稍微大一點的伸縮縫 你會彈一下 你會發現屁股會扭出去 是 那這個多連桿呢 它很快的 它就會 那個方向對應的連桿 你會把它抓住 甚至跟激進一點的講 我們經常在做這種 繞錐迷路測試 因為我快速的左打右打 多連桿 它有各種方向對應的這種連桿支撐 但是如果是扭力量 你可能發現它就舉腳了 這時候就靠它的輪胎在支撐 但是話又說回來 就是說你光從輪胎的配置上 你也知道這兩部車其實取向完全不同 沒錯 一個是馬牌 德國馬牌 德國馬牌 一個是台灣馬牌 馬吉斯 哈哈哈哈哈哈 欸寶哥 我發現現在的車 就是為了通過這個嚴苛的法規 真的無所不用其極 那其實憑良心講 我覺得福特這一個Eco Bus的三缸渦輪 其實給我的印象還蠻好的 那油門啊動力啊其實反應都不錯 可是我就發現喔 因為它有這個必鋼的功能 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這樣 當我時速大概60啊 轉速大概1500轉的時候啊 就會有一個低頻的震動 就是你手不巴馬就很明顯 那你稍微踩一點點油門 轉速上來就沒有這個問題 消失了 不過我覺得如果它原始的目的是為了省油 那這個震動能不能夠忍受就見仁見智 我覺得是還算蠻輕微的 因為它那個震動有一點點類似 自動駕駛的時候方向盤的修正的感覺 那更重要的是 雖然它的配備其實也算很務實 但其實它如果可以有換腦撥片 有點不耐 我是覺得玩車的人 其實它希望車子的功能是給它自由度 多一點自主的空間 對 那這樣子其實 我這樣衝進去 我就要開轉要退檔不能退 雖然可以撥到S啦 可是S 總是還要去找一下那個按鈕 對 好慢 小小的抱怨一下 也算不上什麼大缺點 我覺得今天這兩台車的比試 完全是在一個公平的基礎上 因為就消費面來看 它就是90萬級距的兩個代表性的車款 沒錯 對 但是如果以車格來看 它確實是不公平 是 對不對 因為其實KUGA 它有點降尾打擊的概念 是 而卡拉克羅斯呢 它有點越級 講越級打怪的概念 那它憑藉的是它的口碑 是 它的這個Hybrid的很出色的省油性 但是KUGA的這個降尾打擊呢 它還是很誠意的 你幫它配備了全套的Corpilot 360 雖然它可能少了全景天窗 少了這個抬頭顯示器 少了全數位儀表 但是以一般務實型買家來講 我覺得它們最在意的 其實它已經都備齊了 對 對 那重點是 這一個 就是歐洲 非常歐洲車取向的這個C2平台 那我覺得 它帶給我們的這種抄駕的安定感 並不會因為它是KUGA 車系的入門小老弟 而有所減水 我經常要講到 所謂的見為之助 你看我們上次提到 它這個電動窗升降的那種質感 很多人忽略了 但是代表就是 造車者的一種 講究細節的這種用心 那我們也頂高底盤來看 你看 為了對於它的高速穩定性 其實它整個底盤 幾乎是全包覆的平整化 後懸吊的鋁合金的下擺臂 包括你看它這個 內側輪拱的這個隔音材質 都是用這種複合纖維去壓住出來的 那甚至它因為 引擎是左右邊的這種溫度特性不同 它用了不同材質的這種隔音棉 所以我覺得福特的這個用心 我真的要給它點個讚 這個部分我可以理解 其實就像我這個中服手 打開之後那個塑膠的那個箱體 其實很厲害的事情是 它竟然邊邊不會毛毛的割手 可能在它的生產線的思維 這個就是KUGA的車 它就是250跟180是用一樣的東西 沒錯 那或許有人覺得說 哎呀在百萬以下的車 用這樣的材質是OK的 可是百萬以上的車呢 百萬以上的車不能有這種東西的時候 可是它今天卻做出一個90萬級距 它把這些料件直接沿用 那對這個級距的車主來講 我覺得是一種很尊重的做法 對 能不能這樣理解 就是說好 假設一台賣90萬的車 那我們用一個簡單的公式 它的整個造車成本 可能就是佔它車價的百分之70 65到70 是 那其實我覺得福特 其實滿誠意的 把這個歐洲車應該展現的東西 都展現出來了 Color Close Hybrid 也許是它這套系統太過先進 成本很高 導致它可能不得不在其他的很多地方 讓我們覺得 這一樣是90萬的車 這個兩個的差距用料 工藝水平差距的還不是一般的大 萬一想常講 多隻香爐 多隻軌 我聽過 對 那 福特就是不斷用新東西 每一個新東西都是一隻軌 但這個軌是為了解決一些 把規上 排放上 油耗上的一些前置 讓它表現得更好 但是多隻軌 多個風險 尤其是系統 牽一把動全身 那日本車的哲學就是 少隻香爐 少隻軌 所以我今天讓它簡單 然後就是 所有東西設定的剛剛好 也不會多給我 讓它考試可以通過 但是它就是可以把油耗做得很漂亮 開起來四平八穩 然後把它的口碑做得很好 那 我覺得當然這也是它的價值 沒有 這也解釋了 尼庫嘎開得很高興 可是遇到卡拉拉克羅斯 像我家的油 開了兩天 油表還是12點方向 所以今天的這個 90萬級距的無差別格鬥 其實也學到很多 我一直覺得我在走鋼索 我一直想要提一些有趣的事情 你確定就是鋼索嗎 我不知道 支撐不了你 你很快就要掉下去這樣 好啦 我們下回再見 好